這裏參加未殺到其他地方 本來我是去維園的 我知道維園沒得去 我看哪裏有些活動 我聽到教會有 我就跟他們聯絡 就來 當然是不同的 支聯會搞的事跟天主教搞不同 但是都是一個儀式 我們是去悼念 所以我就跟幾個朋友一起參加 在彌撒期間公園那裏作出一些驅散行動 很多市民拿著燭光 被警察跑來追 追啊 就是要趕他走 追到他入公園 就叫他留在公園 叫他離開 全部離開 那有什麼需要呢 那些人不是聚集的 他們全部都是超過1.5米的距離 是啦 他好像覺得穿黑衣 拿著燭光就好像很不行 那我真的很不明白香港政府做什麼 這次都來到教會做明殺 去悼念 其實我感受和以往有什麼不同 其實都是這麼長時間 我們大家都是想想起當年的事 我們是去悼念那些人 那所以我都說維園就有支聯會那些 他們的安排 天主教有他們的安排 但是我們都是想做同樣悼念的事 那當然我們這麼多年都是在維園的嘛 那這次真的覺得是 就是很過份啦 是不可以在維園那裏做的 那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是很不開心 當然何祥仁都說得對的 全個香港都是維園 那就是個個在自己是適合的地方做的 那其實剛剛在外面有很多的衝突 或者是驅散行動發生 就是其實各區都現在發生著 其實就算在這個教會附近 都有一些的驅散行動 我真的覺得是很不需要啦 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啦 這些全部的行動都是很和平理性非暴力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他們實在害怕什麼呢 我真的想問政府害怕什麼 一個人很和平拿著那支蠟燭 是害怕什麼呢 就是很可笑啦 也都很可悲 天主你覺得今年 就是不可以和戰友一起努力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孤單 孤單就永遠都不會孤單的啦 因為我們永遠都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是很憤怒 也都覺得真是政府 就是當權的人是很離譜 那你說得對啦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 現在是坐在監獄裡面 那我們真的很慶 有些都不知道被人告什麼 那些法庭那些律師都問 喂 那你那個控罪那個內容是什麼來的 還不知道的 對呀 到底是怎樣啦 不過現在慢慢踏起你咯 可能踏起你幾個月幾年或者什麼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什麼法治呢 我真的覺得很憤怒 OK 謝謝你們 什麼 會不會擔心之後都不可以穿行李 什麼都會擔心的 所以要爭取咯 沒有東西從天下跌下來的 你最緊要記住 聖經都說啦 有些是馬鈴 從天而降 那些是沒有在天下跌下來的 所有事情都要我們香港人去爭取 要付出 甚至要犧牲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昨天不是有很多banner 在講天主教的那些東西的 那你有什麼看法的 我看到有人傳了給我看 那我覺得當然是不好啦 這樣去侮辱別人教會 我覺得真是很過分 OK 多謝 謝謝 謝謝